各位朋友大家好 主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欢迎你和斯托德博士和王浩然牧师 一同来学圣经 今天你要听的就是 是华人圣经一年通 那么呢 我们一周一周的 现在是第一周的第三讲 前面已经讲过了 两讲 创造物主的主动 和从空虚混沌到井然有序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讲第三讲 该讲什么了呢 从黑暗到光明 好 那么呢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 他说 伊斯坦的面积不大 位于两个大国之间 北结巴比伦 南结埃及 两国都盛行百日月星等光体 埃及呢 百日中心名叫 这个迎城 希腊名叫 希腊玻璃 意计呢 太阳城 离开罗马 离开罗只有几公里 那巴比伦的星象家 早已晓得 计算五大行星的诡计 绘制星图 那许多伊斯坦的领兴 习人拜天 拜天下的歪风 是不足为奇的 那伊歇杰 伊歇杰 伊歇杰 偶然 这个赫然发现 仅由二十五人 背向耶和华的殿 面向东方 拜日神 这个伊歇杰 说八章十六节 耶利米也谴责百姓的灵星们喜爱 并侍奉日头月头天上的众星 耶利米书八章二节 他们读创世纪一章之前 先得明白这种拜偶像的背景 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都拜日月星 创世纪作者指出 那一切都不是神 而是独一真神所造的天体 那么神应许伊亚伯拉罕说 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 和海边的沙那么多 最稀奇的是 按我们所知 在我们的星系里面 大概有一千亿颗星星 而数以十亿光年之内的星系 还有不知道有多少个星星 看来一杀玉星在数量上 真的是相去不远 使徒保罗在以神的创世大能 吩咐光从黑暗中照出一切来 作为新创造的模式 保罗以混沌黑暗比喻 未重生的人心 以神创造的命令 要有光来与新生命的诞生 因为这是他的亲身经历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的荣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格林多后书四章六节 那么我们都走过夜行 都走过夜路 那么走夜路的时候 在过去农村里 是很害怕的 这个脚下面不知道深浅 不知道深浅 出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回来路上就不知道深浅 走一步的时候比较担心 那么何况我们人生 整个人类 我们在最早的时候 这个创造的时候 冤面一片黑暗 那么怎么才有这个光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那么最早的时候还没有光 神创造的时候 他就创造出这个光来 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 那么因为当时的人 并不明白这个光是怎么来的 上面就觉得光很厉害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 伊斯坦人 他们靠着的大国 巴比伦也好 还有埃及也好 就喜欢拜这个太阳 拜这些神 所以伊斯坦人当时也染上了这个毛病 他们也会拜这个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神创作的天体而已 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华人也是 在家里拜一个菩萨 闹一个大佛 我们去过这个大佛寺 在石家庄定住的大佛寺 那么到泰山以后 也有这个佛了 所以到这个各种庙里 人都就造这些东西 和这个还不如人家拜天神 还拜这个日月神的呢 我们现在通过圣经 学到这里要明白什么呢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所以这些不需要拜他们的 我们真该拜的是什么呢 敬仰是创造他们的真神 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真神 那么活在拜这些偶像的人当中 活在拜金钱呢 拜地位啊 拜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是出一种愚昧状态 出一愚昧状态 那么真正啊 一旦明白了 拜这位真神 拜这个啊 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时候 那么我们才是真正成为一个智慧人 所以呢 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这个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这就是从这么来的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把这个第三讲啊 这个 这个和斯托德和王 斯托德博士和王华人牧师 一同学圣经啊 华人圣经一年通的第三讲 就给大家讲完了 希望你喜欢 转发点赞 好 谢谢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